那横处这呢 念佛求尊净土 譬如殷世 这个殷世是祖宗之德 公有祖父他的 不同学业有 不管你有没有学书 你是他的后代 他对国家贡献很大 他过世了 让他的子孙 跟他的观觉相同 就是世纪 这个很容易 生下来就是 犹如贪恩普传 这个也是的 你对国家建的有功 皇上对你的恩德 封关给你 不是你自己 有学书 你是这个功臣的后代 但是这个呢 比那个应许要差一段 应许是 官位也是相同的 这个可能降一级 降个一年级 这是皇恩公有过往 不论立人前身 不需要参加考试 也不需要什么建功立业 官就到手了 这是念佛人 成就就这么容易 这是恒超三界 对 对 对